你現在幹嘛? 腳邊很緊張 好害怕喔 木頭刮傷了怎麼辦? 怎麼辦? 桌子可能被刮到或尻到 有這個瓦斯罐的印子 卡在上面怎麼辦? 買一隻新的就好了 換裝備就好了 首先呢 不要緊張 你先拿這個沙子 這邊準備的是一個240號 這個是多少?400號 我們先用240號直接打磨 這邊 還有救嗎? 還有救嗎? 哈哈哈 根基是不是已經不見了 再用比較細的 你可以用400號 或者是之後再用800號打磨一下 最後呢 再上一下 弓拉看好囉 見證奇蹟的時刻 等一下 太快了 好你變魔術喔 如果你的東西 遇到這些傷可能不用緊張 你就照我的方式處理 就可以恢復原來的樣子 很重要 只有硬木比較適合 葡萄木 橙木 白辣木 比較適合這樣子做 因為軟木的話 質地太軟 傷痕已經下去很深 所以你要磨掉很多 才會回復到原本的樣子 這個是穿桌的桌板 它是橙木的 有上護木油藍色 如果你要用這個方式處理 你這樣磨下去 可能它的顏色會不一樣 會比較淺 那如果說你的桌板要維修 花傷很嚴重 那你都可以送回來 我們幫你重新上色 重新打磨